没有什么威严 好像学生不会尊敬老师 所以他们上课都没有注意听 老师这算他很好的教材 他们学生没有注意听 等于零 结果考试成绩不理想 又怪在老师身上 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 他们还要 尤其是女老师 他们还要兼顾照顾孩子家庭 结果他们 我当时他们会产生忧郁症 谢谢 谢谢郑女士 我们先来问一下钱老师吧 就是五小姐 她讲没有威严 真的是没有威严吗 还是说你想要走 比较亲民的路线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前辈 就是当我当教师的时候 有一个前辈曾经跟我讲过 你教学生的时候 你要让学生对你又爱又恨 又怕 就是说基本上你平时 跟她相处的时候 她没有犯错的时候 你不需要就是板着一张脸 其实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流露一种关心 如果是你年纪轻一点的话 你是个大姐姐 你年纪大一点的话 你像一个妈妈 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当她犯错的时候 你罚她的时候 她是不敢对你怎样的 基本上她 因为她知道你关心她 然后她就会跟你的交流 所以就是比较直接的 就是她能够认清楚 辨认得出来 你是为她好 你才这样做 是 小学中学出院的老师 有点不一样 对 而且在理工的时候 感觉上好像老师 变成是朋友 对 因为年龄差距不是很大 对 你们的私生关系的互动是怎样 年纪大概有五年